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希望他非常非常的安全 因为毕竟现在outlet已经 北台湾有三井 还有华太民品等等 所以现在立保的outlet 他们也很有信心 因为他们说其实台中人 也是非常的惨犹一堆 大家下班能力也很强 所以他们现在打算是12月24号 就要来试营运 也就是下礼拜六 明年1月就要来正式开幕 而且他们定的一个目标的业绩 坦白说我觉得这个挑战性还蛮高的 是希望能够达到60 你台中住那么久 60亿元很大吗 台北一个百货公司60亿元 像太平洋收购 宗教定一年都100多亿 对 但重点是大家要不要去玩 或者是说你可能买了一次之后 觉得了无心意 那你可能就会考虑要不要再去 因为立保其实离市区蛮远的 有一段距离 那不过就是说整个 包括它的outlet 还有它强调它是所谓一个 水路的双乐园 还有其他的一个游乐设施 还有饭店等等 所以立保集团是希望大家 就是通通来玩 然后这是所谓的一条龙的 观光产业的一个服务 那它还标榜一个东西 它希望说 因为它的位置 其实距离高速公路也还算近 所以它希望成为所谓的一个 高速公路的一个休息站 那当然我们祝福它 那只是说立保outlet的成立之后 还有刚刚我们讲到 这个相关的一个建设 那到底能不能够成为 所谓的一个下一个大阪环球影城 你说立保的商业模式是想模仿 这个大阪的环球影城的模式 对他们希望能够朝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前进了 可是能不能够做得到 当然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一个观察 不过我们就先来PK一下 比较一下 大家看一下大阪环球影城 其实今年已经是迈入第16个年头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家乐园 怎么说呢 它的票价目前成人票 一天是折合台币是2000多块 那事实上它已经过去这15年 已经连续8年涨价了 它的票价 连续8年涨价很厉害 对不起 台湾的游乐园都是 8年都在做促销 没错 连续8年涨价 连续8年涨价表示 它真的是来玩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它才有这个资格 能够调涨票价 可是它的娃娃很可爱 Snoopy Hello Kitty 对 你讲到重点了 就是因为它不停地创新 它现在有10个乐园 而且现在大家最喜欢 当然是哈利波特乐园 那明年1月有个新开幕乐园 小小兵 大人小孩通通都喜欢 那奥运之前 还有一个新的乐园 正在营运筹划当中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任天堂乐园 也是跟宝可梦题材 可以搭上关系 所以玩偶好多 票价长不停 那台中利保乐园 就是造型特殊的一个娃娃 那坦白说就是比较之下 还是有点这个数量 有点这个就是薪少 人家阵容坚强 而且人数众多 对 没错 这个资金团队也不一样 设计团队也不一样 那门面的话 一个是环球影城 毕竟它是一个全球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城 国际型的乐园 对 国际型的乐园 那另外一个是台湾 比较Local型的一个乐园 所以门面毕竟是不太一样 因为其实利保乐园最早是为了吸引环球影城来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还特别拉了一个交流道 就是要准备给环球影城 结果后来又扯到了官商勾结 有的没有的 所以才由长邑街 就长邑街的也不好 才由利保街 所以本来利保乐园最早开始 那一块就是要做台湾的台中环球影城 现在搞得会不会是 搞不好台湾的纺织板会更好 还是说完全就没机会了 我想台湾其实这几年因为真的是政党不停轮替 那也没有所谓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吸引外资的一个政策 所以不要说利保乐园 就连这个知名的外资其实都不来台湾了 所以他能不能够成为 不自己来 对 所以他到底能不能成为下一个环球影城 我个人其实是打问 那相关的游乐设施比一比 不要说了啦 人家大阪环球影城 坦白说我进去玩 我敢玩的我去过 我敢玩的还没几项 你知道每一个都很刺激 每一个都很恐怖 我比如说这边排了三个小时 好恐怖 不做 所以其实我只晃了一圈 我自己根本游乐设施 我没什么玩 那这个就是刚刚世光讲的 可能卡在办公中的云梢飞射 当然问题解决了 那住的部分呢 其实也不太一样 不过就是还是希望 至少台湾力保比较便宜 真的是比较便宜 但我们希望他再加油 那回过头来说 为什么大阪环球影城这么厉害 其实他是2001年的时候成立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游客还不少 1000多万了 可是重点是 因为他刚开始 所有的游乐设施都是太刺激 就像我刚刚讲 我胆小我不敢玩 所以他的游客人数大幅下降 太刺激 所以 对来到700万元次 那2004年的时候持续赤字 加上他还有130亿的这个日元贷款要还 所以到最后呢 就是陷入一个所谓恶性循环的一个状况 那2007年他还是硬钉 他还是去这个证交所上市 然后呢没有两年 他股价就持续大跌 从9万日元跌到2万日元 那他的股票呢就被释出了 最后被美国高盛完全收购 而股价下市 师傅基金又来了 没错 没错 好 大家很怀疑 我刚才没讲他很风光 现在很风光 那可是他早年状况很糟 你讲到这边的暗示 就等到利保破产 然后被高盛 摩根师傅基金收购之后 可能利保六云就变好玩的意思了 应该是说 他有他成功的一个地方 没有 他是先破产失败之后 才能成功嘛 换了不同的经营者来经营嘛 对对对 打断筋骨颠倒勇嘛 那他这个重申的一个关键秘诀在哪里 就是他们后来的一个经营团队 体认到一个获利方程式 这个获利方程式就是 我的营收 等于我的来客数乘以票价 换句话说 我要扩大我的打击面 让我的来客数大幅成长 所以我不能只做刺激的一个乐园 所以他把比较年轻小朋友 可以玩的乐园的一些设备 通通加进去 对 票价的部分 一样嘛 相对嘛 你不好玩 你不有趣 那你的票价怎么提升 因此他现在的获利状况还不错 所以刚刚讲到了 2014年他现在嫌疑大翻身 他的股票也要申请恶度来上市 对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 这些玩偶其实很重要 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 像台湾老板说 哎呦 找个Hello Kitty 一年的权力金 代言费15亿 打死不花 就跟那时候常用航空 这个花钱 把它涂装成Hello Kitty 花很多钱 其实很多常用航空的老城 其实是吃不下去 你花这个钱干嘛 有人会因为Hello Kitty 做常用的班机吗 可是其实账不是这样算 所以台湾老板 事实上从这种制造业 营件起家 要做这种娱乐服务业 其实真的要换个脑袋 比较快 应该是说整体的一个获利的思维 获利的模式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如果说你的想法没有一些改造 或者是改变的话 其实你会大 他不能看到这些玩偶 或这些主题的价值的话 他不想花钱 自己就找个三个娃娃 自己反正人家画画 美术设计公司 光顾公司画 三个娃娃两百万 出来啦 好可爱啊 你看我的娃娃不会比Hello Kitty丑啊 还不错啊 你看还有汉堡神偷的感觉啊 可是事实上差很大 对问题是大家会觉得说 那个娃娃是谁嘛 对不对 我不认得嘛 对不对 好那回过头来说 我们刚刚说呢 这个整个环球影城 他最厉害的就是 他的翻身的一个关键年 就在于他的一个 哈利波特的一个乐园 大家看一下 当时开幕的时候 三千名游客排队 排得非常非常的夸张 那这个霍格华资城堡上面 那个油画会动起来 会跟你讲话等等 那这个哈利波特经济 对这个鬼屋其实蛮恐怖的 听说这个我没去玩 听说你戴上4D的眼镜之后 你就可以跟这个 哈利波特的一些相关人物一样 你可以坐上扫把 去那边玩游戏啊 干嘛干嘛的 那这个呢 鹰马的飞行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只要你身高在92公分 以下的小朋友 通通都可以坐 所以我们看到呢 一直到 92公分还不见得会走路 快要会走路 对所以表示 他其实就是 不是那么危险 很温和很温兴的一个 游乐社是是 大人小孩 通通都可以玩的 所以一直到了去年7月 他们营业了 又大股成长了 增加了16倍 然后国外呢 家庭里面会通通都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